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我是黄雪盈 这一节环球追踪 同大家跟进 甘慢有美股市的最新情况 美股方面蓝筹业绩 以及是美国经济数据欠佳 投资者继续忧虑全球经济前景 引发美股星期三大跌 虽然在美段的跌幅显著收窄 但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都失手去年的收市水平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开段曾经急射460点 跌穿16000点的水平 收市下跌173点 报16141点 而纳指跌11点 收报4215点 表普500指数最多跌3% 收市跌15点 收报1862点 至于数据方面 美国商务部公布 9月份零售销售按月减少0.3% 而市场预期为减少0.1% 亦都是2014年1月以来首度下滑 见到8月的增长是0.6% 亦都是同前值持平 接着看看在美国买卖的港股如托证券 造价普遍下跌 汇丰折合港元 教本杆收市价下跌超过2% 收报在$77.01 指中移动 教本杆收市价下跌不超过1% 收报在$91.69 中海油以及中石化就上升不超过1% 中海油收报在$12.27 而中石化收报在$6.63 中联通教本杆收市价下跌超过1% 收报在$11.51 指中人售上升超过1% 收报在$21.25 中石油下跌超过1% 收报在$9.24 欧洲股市大幅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跌181点 收市布6211点 跌幅超过2.8% 至于法兰克福德斯指数下跌253点 收报8571点 跌幅超过2.8% 商品价格方面 国际油价反复下跌 经济前景不明朗 以及市场对于全球原油供应充裕的忧虑 继续打击外围油价 纽约11月旗油 收市布每桶81.78美元 跌6米先 指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市布每桶83.78美元 跌1.26美元 亦曾经最低跌过83.37美元的四年低位 外围金价上升 欧美股市急跌 美国国债价格上升 黄金再度成为资金避难所 外围金价连续第三日攀升 纽约12月期今收市布每盎司1244.8美元 升10.5美元 美元汇价 美元兑港元7.7568 日元105.874 欧元1.2831 英镑1.5996 瑞士法郎0.9409 家元1.1257 欧元0.8796 柳元0.76 0.7972 美国国庫债券10年期债券 10年期债券到2.08厘 30年期债券到2.88厘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时间交给直播室 谢谢雪盈 西边坐在要财政圈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Rafi 在这里唯有你分析欧美股市的事况 Rai Peterson Rai Peterson 美股昨天跌得比较急 昨天也曾经穿过 但最终都站上去 所以即使来说 以点数上去看 当然万六点是一个比较大的关口 究竟能不能够站得住 因为怎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以倒置来计算 由高位下来的幅度 去到昨晚的低位来计算 其实都跌了超过一成 所以以调整的幅度来说 其实绝对不少 而且以近期来计算 昨晚也比较明显的就是 一样跟过去的一样 就是单日的波幅很大 亦曾经恐怖到跌成四百点有多 但你看到无论下降了之后 再反弹回来的力度 波幅来说 其实都是比较大 即是变相 其实这一刻 是不是大家都依然想去 塞到很低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短期 可能会初步见了少少底位 而二来的 昨日跌四百点那一刻 其实当时的方向性是几明显的 一来就是股市大跌 二来的 见到譬如金价是抽上去 债息来说也是急跌的 即是变相债价是抽胜 即是变相你见到很多钱 是流出股市里面 留回去债和金两边 但是怎样呢 再说到昨日临收市的时候 到美股跌回百多点 收回来的时候 金价的升势显著慢了很多 而债息来说 十元期债息也是上回差不多2.1厘 即是变相债价也是回落 即是变相钱又再流出 变相两者是不断互换的时候 其实即使形态来说 也有少少机会 可能初步是会见底 甚至乎以来 另一边商 世界股 特別罗素2000这个指数来看 昨天本身头半天 都跟美股一样是大跌 但是到最后大家都知道是倒升 不是跌幅收窄 是倒升成1% 如果以初步这些资产的价格去看的时候 有少少的可能性就是 因为美股当然不等于会调整完整 但短期跌了1成多的时候 可能初步也会有少少的反弹 也不出奇 但当然要留意反弹力度有多少 但是初步来计 如果能够短期守着16000点的话 我相信有少少机会 可能试一试上 例如16300这边位 但再向上的机会性 暂时看来 我相信又未必太多了 明白了 这一节好多谢Sarafi 和我们分析外园的试方 待会回来我们会继续看看 其他外园试方究竟造成如何 待会再见